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帕斯提貨幣 帕斯提貨幣是什麼呢 在虛擬世界的深處 其實有一個貨幣 它這個貨幣會讓人想要用 各式各樣的時間 金錢 甚至你的生命來交換 平常一般的貨幣 當你買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性質 比方說它在虛擬世界永遠都存在在那裡 或者是說它其實沒有辦法影響你一般的生活 一般你周遭在地的生活 而且你其實沒有什麼機會去跟其他買幣的投資人一起互動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發明了帕斯提貨幣 就是我們把HIV的基因放在貨幣裡面 然後這個帕斯提貨幣它有非常高的負利數 它可以影響你旁邊的投資人 他對於貨幣的投資組合 而且你可以用它來買東西在不同的NGO裡面 比方說統治熱線 比方說路德 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其實還有生命期限 它會在一定的時間內自己死亡 這樣子的仿生貨幣它其實總共有八種 接下來我們會在計畫開始執行的時候 有四種貨幣會被釋出 你可以在空總的中山堂拿到你這個貨幣的電子錢包 你也可以在MOCA前面的那個Cube拿到這個貨幣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跟其他的參與者掃 然後影響你自己的投資組合 你也可以在不同比方說統治熱線路德基金會 拿到關於這個貨幣的道具或影響 我們還需要很多人加入這個團隊裡面 如果你關心人權 藝術或者是貨幣設計 而且我們特別需要就是關於遊戲設計 然後互動設計 然後或者是物流相關的人 還有關於角色扮演有興趣的人 比方說有些人 我們需要他來擔任這個計畫裡面的交易員 如果你對這些角色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 或者是 我們到時候在現場會手把手的 就是在這邊玩遊戲 然後以桌上行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理解這個B怎麼樣運作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志同